白神都奉献给联邦调查局的马克菲尔特 不惜赌上职业生涯 家庭幸福 甚至是自身安全也要揭乏秘密 在20世纪最大宗的政治丑闻 水门案当中 他一声喉咙这个假名 向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泄露对尼克森总统的不利情报 电影以马克菲尔特的两本自传 作为首要参考资料 揭露白宫和FBI之间的权力斗争 竞选舞弊 由地表最强老爸连恩尼迅主演 推倒白宫的男人 改编自真人真事 更是引史上第一部 从FBI的内部角度 来看待美国水门案的作品 记者温文轩台北报道